看一下这边的网络快不快 我的痘痘有点明显 感觉网络没有很快的样子 好像没什么光线这里 哈喽 跳出去 哈喽晚上好 嗨 晚上好 哈喽哈喽晚上好 晚上好 我手机回来整个没电 找了一个充电的地方 等它充到了还可以保持的电量 我就找个凳子 哈喽晚上好 没有突然直播 我都说我回来要直播 都不看我房间消息的 我怎么这么暴脾气 不好不好 哈喽晚上好 哈喽晚上好 哈喽哈喽 对啊 你好你好 这种文字还蛮容易让人家语气念读的 突然很小狗 哈喽晚上好 嗨 我们点的吃的好像晚点才会到 我就想本来想吃了再开直播了 虽然想想先开着吧 谢谢送给我的啾啾谢谢 哈喽哈喽 嗯 谢谢送给我的啾啾谢谢 哈喽晚上好 我觉得我今天的眼状画得很好 晚上好 晚上好住的还不错 我们是一人一间房 我本来是打算和亲亲一起住嘛 因为是两人一间 没有想是每个人一人一间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 我喜欢和大家玩在一起 但是睡觉的时候 我要有自己的空间 就是我们可以玩到很晚 但是我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 一人睡觉 独眠 哈喽晚上好 哈喽哈喽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手机实在是没电了 赶紧 拿到了充电器和房卡 就回到房间来 开直播了 但是我们这次行程有点太赶了 要不然的话 我很想在南京逛逛吃 我很想去吃早点摊 但是我们明天是下午才出发 下午三点左右出发 但是我感觉我会起不来 今天好像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 鸭血粉丝汤是这边的 怪不得 我们回来点餐的时候 看到那个鸭血粉丝汤 我还在想一般酒店餐 是没有这个选项 小吃小笼包这样 灌汤包 怎么有点像上海 上海不是也会这样吃吗 让我洗这椅子 牛肉锅贴 也蛮近上海的感觉 像几点 9.50 好像再开的话 可能就真的有点晚了 还好这个时间点开直播了 今天我们去彩排的时候好热好热那个地方 头发都跳成大驴了 然后又重新去洗了刘海 然后才做了造型 我今天早上我们是坐大巴过来的 然后本来说是预计有五个小时 我心想天哪天哪怎么会五个小时 结果我们坐过来只有四个多小时 我就觉得还蛮开心了 但是真的一度我觉得我的脖子都要睡掉 我整个人睡的头掉 就我睡觉 就这样睡 睡睡就逐渐弯曲 然后哇 那条扯的我 太难受了 然后就换边睡 那这边扯的也很难受 然后我就最后这样 嘿嘿 有点像那个 屋顶的那个白色 那个有手带铁的他的蹲 勒紧住自己的脖子 固定住他睡觉 对啊 我们排练的时候走台 今天彩排的时候 那地方很热 然后跳舞 可不是得出汗的事情吗 嘿嘿 啊 明天可以休息 所以啊 明天是我们在南京 明天结束完要很晚 后来可能要到十一点 十二点 十二点的样子 会有点 就后天要很早会上海 感觉没有时间去逛逛 嗯 哎 这很热呀 今天过来南京这边 特别强烈的日照 没有感冒 就是后来 我刚进这房间的时候 房间空调开的好低 有点 我刚还拿纸巾呢 谢谢 谢谢送给我的花下秋千 谢谢 谢谢你哦 谢谢送给我的礼物 谢谢你 谢谢你 陈芝的感谢 这几天 对啊 我好像温度就是很高 因为坐在大巴车上就能感觉到外面 那个 光线很热 温度也很高 哈喽晚上好 哈喽哈喽 我看 等我把电再冲一会 我就去找个舒服的地方坐着 南京像一个大火炉 我还热起来的时候 哇 简直能够在地面上煎荷包蛋了 哈哈 哈喽晚上好 对了 最近我看 热搜 广州那边 的疫情开始 就还蛮复杂 又起来 所以你们现在出行的话 一定要就是戴好口罩 尽量如果是在广州的 大家 一定要多注意出行 对 一定要 多谨慎 多谨慎 谢谢送给我的棒棒糖 谢谢 我觉得我就是今天我们知道是来彩排嘛 所以就穿的休闲了一点 嘿嘿 舒适一点会 哎呀 头发跳完回来就乱糟糟的 整理整理一下 哈喽晚上好 嗨嗨 果真我还是要提前一点 跟你们说我几点钟开直播 晚上好 哈喽晚上好 악喽 没有我们今天一来中午中下午吃个饭 然后就去了菜排了 然后刚才回来酒店 我看一下我的电量 电量充到了31 主要是我没有时间去了 如果有时间我就去了 明天我肯定要睡很久 今天晚上 直播完吃饭吃完饭翻牌 然后把威乐给捡了 然后还得录东西 然后我昨天晚上睡觉 我就有点睡不着觉 我就 我就 想到后面要忙的事情 我就越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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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着想着我就睡不着觉了 最后决定 克制住自己 什么都不要想 果真什么都不想 一会就睡着了 和我交个朋友吧 这不是我 Lummi Lumi的时候 和那只小熊说的 和我交个朋友吧 吃什么今天 中午是吃的酒店的 点的是酒店的餐 但还没有好 数羊根本睡不着 我以前试过 哪里能 也没数错 也没数乱 但就是 对我个人来说 没有啥用 只是把自己数累着吧 累了就能睡着了 车上睡到头掉 脖子很酸 两遍 酸早人很酸的会 我吃酸的好像比以前要厉害一点 以前完全没办法吃酸的 现在好像可以 现在好像可以 不会 放心 今晚我可以能睡着 因为很累就会睡得着 我是什么时候开的直播呀 天 热上上上出现自带 自带欢呼声 有 有那种去KTV 给好朋友 点那个欢呼加油的风味 嘿嘿 那是吃柠檬吧 那太酸了 简直了 我也觉得 45分开的 好多我知道了 我小时候照片其实还挺少的 嘿 然后这次专门就要用 我就跟我妈发消息 因为我妈妈没有得及 我妈立马给我发光了 对啊 我那天看老友机的 他们那个特辑 我的天哪 现在B站所有老友机都给下了 因为后面应该是有一些网页 就买了版权吧 现在就开始 有哭有笑 谢谢送给我的啾啾 谢谢你 谢谢 明天想把头发用个发片 对啊我现在就长歪了呀 哈哈哈哈哈哈 人还是蛮正的 但是的确没小时候好看 我小时候眼睛又 小时候眼睛是单眼皮 都比我现在双眼皮大 又亮又圆圆的 不笑也好看 嗯 反正我小时候 我妈妈一直说 我小时候长得病 可能我妈妈真的很认真的记住了 我有段时间在小学的时候 又黑又瘦 她觉得就不好看 但现在好多了 以前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太好看了吧 印在了她的心上 小时候小时候 但也蛮可爱的吧 小时候我妈老爱给我买那种 白色小纱裙穿 哦之前去我们家那边后户公园的时候 之前拍那种照片啊 就拍一些记录照片 然后我妈给我撑小伞 我的那吃冰淇淋 还有那种眼神看着我就觉得 我会把那种黑色巧克力冰淇淋 吃到我的白沙裙 但我很开心 当时我很享受 当然很甜嘛 谁能拒绝 小时候能够拒绝巧克力的冰淇淋呢 谢谢送给我的旋转木马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但我妈妈当时的表情 是那张图片的亮点 谢谢送给我秋天奶茶 谢谢 我四号公演不在哦 我有在房间说 我四号公演不在的 希望我们能够有下一次的缘分再见 谢谢 打一个字真的很 天气真的就这样热起来了耶 南京比上海热好多我感觉 不过也是五月都要结束了 五月要结束了 六月 有点我们今天在棚里面彩排的时候就是有点 还是得开上空调才舒服一些 哈喽晚上好 反正你们最近出行的话 一定要戴好口罩 这样子 你看那些新闻疫情什么的 好可怕 更热的六月 来吧来吧来吧 你们晚上吃的啥呀 好 好久没吃药丝粉了 云南菜很好吃 耶嘿嘿 我干嘛问你们这种问题 问了对我也没啥帮助 我好久没吃面条了 但我每次去剧场吃面 每次好让阿姨给我夹个剪 和包蛋 然后我就把它吃得干干净净 但我昨天在食堂喝了粥 我也很久没喝粥 喝那个南瓜粥还蛮好的 哎真的蛮神色 每次每个月的下半旬 我就会清新于食堂 真的 我把我的整颗心都放在食堂上面 但是我们就是生活中心的食堂 在每个月的下旬 从来不会令我失望 这每次菜品啊搭配啊 哇 我也不知道 可能下半月的滤镜比较高吧 就吃的挺开心的 不知道吧 可能是需要 上个半个月 逐渐逐渐需要 因为我觉得得制止一下 不能这样 哪能点一个月呀 怎么可能呢 对吧我就是和亲亲一起去吃食堂 然后每次在食堂遇见的就我们那几个 我去找个地方把手机给割起了 等等我哦 我会不会不好看呀 哎呀这边简直难看 谢谢送给我的纸飞机 谢谢 这边没有光线哦 谢谢送给我的纸飞机 特效飞走了 纸飞机有特效吗 谢谢送你们为什么在我消失的时候开始送我礼物 谢谢送给我棒棒套 打个灯呢 puling puling 你看你看 你看一些这些蚊子就会让人变得可爱 给自己打了个死亡 给自己打了个死亡 好搞笑哦这句话 放电约听听听吧 puling puling 我给你们看个东西 给你们看看背后的是什么样子 哦怎么会是这样 给你们看看你们背面是这样 耶 哦怎么看上去有点像海台呀 不是那种海藻它不是西兰花吗 这个色差颜色 哎呀 好密集哦我难受了 还是切换我吧 嗯 还是切换一下小刘吧 好好学习天天相伤 谢谢送给我的圆包 puling puling 小刘 小刘 小刘在这呢 谢谢 谢谢送给我的风筝 amazing 嗯 新农花我觉还挺好吃的 但我 但是我好像更喜欢吃花菜 感觉长得也差不多吧 西兰花还贵呢 脆一点 好像是它的那个底就是会口感上 像搭一个架子 这样我就不用一直趴着 哎呀哎还不错哦 不错不错 今天明天再洗头吧 谢谢送给我的愿棒谢谢 哦好像很不错 你太调心满呢 那你倒是扫出来一个 头发长长好多对不对 我想就不剪了吧 因为剪的话之后 接头发还有带发片 它那个会更明显 真是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长长 再长这么多就是长发了 可能还得等到 下几月下六月 再长三个月九月份 等到我过生日的时候 拜拜 拜拜 好耶好耶 看了大家都喜欢我长发 不知道 好耶 得看看实际情况吧 我想 谢谢送给我的棒棒糖 谢谢 我好看 呀明天要提早一点出发 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 谢谢你 谢谢 先送给我的啾啾 谢谢 要结束了 这个月 我月快的向正风 哈喽晚上好 哈喽哈喽哈喽 我们今天又开始玩游戏了 化妆的时候 好 玩天字的游戏 我好无聊啊 我无聊的时候就爱疯狂找人说话 然后也说不出什么学籍的内容 就是会一直不停的说话想要 和小牛奶 轻轻玩棋 我们一起说喽 哈喽 哈喽 可能吧 可能吧 明天周几啊 明天 看一看 明天周一 哇 周一 我试无聊就开始了 嗯 为什么我的餐还没有到呀 我好饿 谢谢 谢谢送给我的旋转木马 谢谢 谢谢你 谢谢 这个特效应该还蛮赞 知道我每次别人送我礼物就夸一点 哈哈哈哈哈哈 六一礼物 没有提前送 我就想过生日不能提前祝生日 这些都不算 都说过多少次 啊 生日要当天说的祝福才算数 提前 强秒数都不算数 哪有人 那就向我过生日 你提前 一个月送我生日 那能算数吗 哦 所以他这个是六一子 所以他这个是六一子 我以为 不是呢 就是得更新了 所以他就处理 对不起 有点凶 抱歉 六一了 应该去玩一玩 才对 哈喽晚上好 哈喽哈喽晚上好 啊 外面还挺好看的呢 啊 你说 我这个 直播间 我开始没有 话和你们 聊的时候 我该说点啥吗 还得掩盖住 跟你们 不是没有话 聊这些 啊 然后就会再想自己是不是有点不够有趣 什么 看来你们都很默契啊 什么东西啊 不如我刷毁微博冲下了 谢谢 看下 此时此刻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字幕志愿者 来自行 不愿意 是 字幕志愿者 来自行 尽 和声音乐 合唱 字幕志愿者 来自行 输入 字幕志愿者 来自行 好多人都去了阿娜亚呀 我朋友也去了 我看他们发朋友圈去 好像是有活动吧 音乐的音乐 好多人都去了 我们吗 我们这个就是一个外物 明天结束完后天就会伤害了 世界正在直播 我在我世界的中心 对啊 这个那天 我看一下今天每日推 会推给我什么 靠窗位是什么 靠窗位是什么 如果我在空白五分钟的话 我就下直播了 所以就给留给你们一次五分钟空白的直播间 下下周会叫光源吗 在的呀 下下周在的 不出意外的话 我要会跳换别的unit 去哦 好哎 我看到影子他们说 但是我只看到了北京场吧 还没有看到上海 但是我想他们后面肯定会来 他们去年的时候我就没有看上 去年吧 是去年去年 那个时候可能在海口吧 还没有 都没有出门吃东西了 都没有出门吃东西了 今天刚到就是彩排 刚回 哈喽晚上好 下下周至端午嘛 反正就是我是四号公园不在 后面公园都在的 对啊 现在疫情真的 以保重生命为主 修获好自己 一个一个来吧 学着学着 嘿嘿 这边空调 我去把它关一会吧 哦 比起一直掉 我没关了 你这么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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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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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他转向有点 好 紫尔舅 不 他不是声控关掉 只是我去手动关他的时候 我说了关掉关掉 并不代表就真的是声控的空调 对呀 你们都会打呜呜呜 我很少跟我朋友聊天框会出现呜呜呜 我都是嘻嘻嘻嘻嘻嘻 我很少会打呜呜呜呜 经常用嘻嘻 嘻嘻好像更黑黑黑一点的感觉 呜呜呜是啥呀 哈哈哈 你们这个表情就有点 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谢谢 这个 这个挺安静的恰到好处呀 这个还挺合适晚上听的 哈喽 晚上好 嗨 对 我应该等会儿直播完之后 我就去卸妆 把我的妆卸干净了 我就催催 怎么还没掉呢 肚子都饿死了 然后端到亲戚房间去 吃完就吃完了 吃完 吃完 吃完之后 洗澡 然后开始忙我后面的事情 对啊 明天有啊 我明天要真实录了 是一个 苏宁的一个 节日的录制 谁啊 我去看看 哦 好的 谢谢 太谢谢了 我正收入了 好 准备上一圈签子 好 谢谢 只需要签字就行了 对吗 对 签名的名字 好 谢谢 不客气 哈哈哈哈 开动 这是什么东西啊 可是它比我想要中的要小份 可以吃东西了 不要自己安静的吃饭哦 还挺大的 我点了一个蘑菇汤 菌菇汤 好香 然后点了一个硬面 我可是在洋汁甘露和菌菇汤里面纠结了一下 最后选择点了 这个音乐还挺合适的 这个音乐还挺合适的 让我安静的吃饭 吃饭的时候要专心 我怎么编在 编在拌这个面 我就编自己咽口水 好笑 又咽了一口 什么东西啊 这个硬面的口感没有很软 我牙齿不好 我就爱吃软面条 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 现在我就是要吃吃吃 这个酱还拌不上去 决定了 等会去清清那里吃上点东西 我又开始大口梦吃了 大家 怕吓到你 哼哼哼 嗯 这什么歌 怎么听着有点落寞呀 自己个人在这 配着音乐有点落寞 咋吃咋的饭出去 好酰喔 好香 但我这个不能自己给他加水吧 你们说 如果我直播我生活中的一天 其实也正常的 也挺正常的 因为平常的一天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特别的事情 太特别的地方 那你们应该会看见我 也不是吧 我平常也挺有元气的 本来想说 你们应该会看到我比较安静的一面 我这人好像是还蛮元气的 平常的日常生活里 这人呢 好 有点 对 我说 有点 没关系 我说 有点 然后 再怎么计算 有点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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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想象了一下别人直播自己的一天的时候 想象一下如果我自己直播的话 应该还蛮像个机器人的感觉 就发现其实我们平常的一天生活是差不多的 只是取决于你这一天遇到的什么人说了什么话 产生了什么不同的效应才会有些不一样吧 我都快给吃完了 我都快给吃完了 好 没事 opportunities HHH 好 lil 我觉得我拿筷子的方式还挺正确的 因为我看我身边好多人拿筷子 都没有很正确嘛 我也不知道 我拿起来还挺像拿大人 就是大人拿筷子的样子 嗯 嗯 2分钟 南京和苏州味相像吗 这个太香了 我的表情 不会啊 那我又再瞎自己认真 我今天来南京说我感觉心想苏州会不会是这样子 不打一出来的想法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有 就是环境的感觉会不会香气呢 哦哦那就是我不打一出来自己的自动联想啊 后悔了老早知道他们这是鸭血粉丝汤就不点一面了 还是得做一下攻略才行 虽然我的一面好像没有那么香了但是我把它也吃完了 结束 放回原味 嗯 就还可以吧 到我等会下直播我肯定要去亲一内吃吃他点啊 好朋友之间就是要这样分享分享哦我没有分享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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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被笑到什么 真是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不要画重点啊 我还有那个军箍汤呢 他肯定不爱肯定更要觉得咸了要命 我们要选择合适 我们要选择合适的度来分享 没有我们在酒店房间 我们在酒店房间 我们在酒店房间 但是还是要串门啊串门很快乐 嗯 我再放两首因为我就下直播了 我再放两首因为我就下直播了 我突然让我清醒 我刚反应很明显吗 哈喽我晚上好 那应该是吃好多好多好多才会吧 哈喽我晚上好 哈哈哈哈 谢谢 谢谢送给我的啾啾 谢谢谢谢你谢谢 六月儿童节有没有假期吧 对吧 没有假期这么一讲的好像 小孩子放假 小朋友放假 小朋友才有 我已经忘记了我儿童节的回忆了 儿童节应该 让自己的爸爸妈妈 在我那个年代应该是让 自己的爸爸妈妈带自己去肯德基吃一次新品 哎 有时候他们还会送小玩具呢 坐在那个肯德基的窗边 拿着餐吧还有那种小玩具 什么儿童节 什么儿童节连欢晚会要表演节目 你的快乐是你的保护色 你的快乐是你的保护色 然后 必要的时候 还要披个岔之类的 我 我都记不得了 我只记得 儿童节会很想去肯德基吃新品吧 哈哈哈哈 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 会非常喜欢看电视不是吗 然后 那个肯德基每次的新品 就变着花样做广告 每次一看广告就知道 哦 又出新品了 又很想要拿到那个小玩具 但是谁能知道我今天早上点的是麦当劳呢 我今天出门在中心点了麦当劳 在那个外卖桌上的时候 旁边还有人点了肯德基 哈哈哈哈 你整个班给你伴舞 哇 你是什么角色 好好奇 其实我小时候都很少有玩具的 没关系 哈哈 对呀 对呀 嗯 这不是我童 giornALLY 我说你好童童童童童童童韧 我干嘛呢 好像是个很热闹的竞 记不清了 可能真没怎么记住 但是反而是 长大之后 身边的大家在过这个节日 过得很认真 还能收到很多祝福 或许这也是一个好的现象 谁啊 谁 小刘去看看 谁啊 不是我 我刚说的 刚刚2124 两个一分 快年期了 我吃饿了 一模一样的菜品 我吃饿了 我吃饿了 没事没事 一样 是送给我一模一样的菜品 如果是不一样我就接受了 结果是一模一样的菜品 你看我这个人就是不懂得满足 我真的不想喝那个裙菇汤了 那他会记在我的账上的 你画的签名可不是吗 怎么可能 我看那颜色就挺咸的 青青的东西吃完了吗 他自己一个人 他没吃完我等会就过去 我要认证一下到底是我的好吃还是他的好吃 还剩水果 那算了吧 别人玩你的最好吃 我把这首歌放完我就下直播了 我把这首歌放完我就下直播了 那一口是最好吃的 而不是那个食物 别人食物的最后一口 是你在很饿的时候 别人很大方的愿意分享给他 给你为数不多的食物 那就丰富了 你想要有多少的情感在里面 那太好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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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东西啊 学中送蛋 怎么那么有古代的那个故事的敲门 颤颤颜不会翘膜给你送吃的那种 简直 我也喜欢吃烧火 之前的时候我去广州的时候去吃了 我觉得好好吃了 好吃极了 可是 我要准备和你们说再见了 今天把事情都完成掉 你就能放轻松些的睡个睡个觉了 明天可以赖一赖 明天可以赖一赖 说一个懒觉 懒觉 好了我下直播了大家 小刘 挠头 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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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六 谢谢送给我的巧克力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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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嗯你们也早点休息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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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